安打的出現 結果這個球是一個 就是這場冠軍賽 中華隊成功拿下21U世界杯金牌 把冠軍留在台灣 最大功臣就是投手郭俊麟 這也是他第一次 讓全亞洲人看到 台灣新生代超強投手 我們也做到了 就是把冠軍留在台灣 有很好的表現 這個也不意外 因為他本身就有很好的條件 跟這個素質 各方面都非常切出 當時的中華隊總教練 吕明寺本來就非常看好 很快的從台灣 加盟日本職棒新舞隊 郭俊麟身勢越高 最高興的莫過於 統一師首席教練郭泰源 得知郭俊麟投出日職生涯 第二勝郭泰源演不出效益 不會去場 也會怕說怎樣 怕對方 所以這樣 這個個性上是相當的好 如果能在日本 有這種個性的話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 大讚郭俊麟 說他心臟很強 膽子夠大 遇到大場面 也完全不緊張 勝投是意料中的事 他越來越進入狀況 我想他應該會拿到更多勝財 對 因為今天的控球也好 速度也好 都比上次好 其實23歲的郭俊麟 早在2010年 輕棒賽就展露頭角 沒想到2012年 經典賽資格賽 因手傷退出 當時很擔心 以後都不能投球 沉疾了一陣子 直到2014年 透過郭泰源的牽線引劍 成功加盟日職習武隊 看看這博樂郭泰源 和千里馬郭俊麟有很多共同點 除了都是加盟日本職棒西武隊 背號還都是12號 就連登陸名都和東方特快車 郭泰源相同外 還被日本媒體稱為是郭泰源二世 祝福他祝福他 郭俊麟帶著西武大前輩郭總的祝福 不僅實現旅日夢 登板後還有精彩表現 30年前的小郭郭總 被票選為日職史上最強外籍球員 如今郭俊麟期盼 朝著郭泰源二世的目標前進 未來發光發熱 祝日可待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兩號兩塊 兩號兩號記錄